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案子发生在2014年5月27号 披州运河镇有这么一家宾馆 这一天上午啊 当地警方就接到报案了 是宾馆的工作人员报的警 说出事了 出了人命了 警方呢 立刻就赶到了这出事的房间 进去这房间 里边啊 有一名中年男子 早就没有呼吸了 躺在床上 身上盖着被子 被子上有着大量的血迹 无疑这是被人杀害了 警方呢 立刻调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 就发现这个房间在早上8点58分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拉着一个女孩从房间里边就跑出来了 这女孩呢 没穿衣服 全身上下就裹着一条浴巾 这一男一女前脚刚一走 这房间里边啊 就传出来了呼救声 就有人在喊杀人了 出人命了 这么着 宾馆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出了大事了 警方啊 综合这视频 还有工作人员的这些说辞 就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有英国有预谋的谋杀案 双方应该是矛盾比较深 通常情况之下 这种不太是财杀 应该考虑情杀或者是仇杀 死者是死在宾馆里的 所以呢 很容易就能查清死者的身份 死者叫李林 当年36岁 就是江苏人 是一名商人 在当地啊 开了几家网吧 除此之外呢 还做一些信贷生意 李林的妻子就说呀 出事前一天 李林呢 还发高烧呢 可是坚持着要去谈生意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怎么就死在宾馆里了呢 各位咱们说了 李林遇害的时候 一男一女从房间里边跑出来了 那女孩身上只裹着一条浴巾 那么这个女孩跟李林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一男一女是谁呢 凶手啊 很明显啊 这目标清晰 下手狠毒 正常来说 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根据现场情况来判断 警方认为不太是轻杀 应该就是仇杀 那么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警方啊 重新调取了案发宾馆所有的监控录像 那天早上八点多 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就走向了李林的房间 那么这俩人后来经过查实 一个叫赵强 一个呢 叫小威 这小威啊 先敲了敲门 房间门呢 就打开了 赵强跟小威可就进去了 但是他们没关门 那房门是虚掩着的 过了几分钟 又有一个男青年来到了李林房间门口 从虚掩的那个门缝里边往里边就张望啊 看了这么几秒钟 突然推门可就进去了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小威啊 就退了出来 赵强呢 也举着一把椅子退了出来 紧跟着 后边进屋的那个男青年也出来了 手里拿着刀指着赵强 最后呢 这个男青年又去房间里边 把那个裹着浴巾的女孩子给拉了出来 俩人迅速的从宾馆就走了 在案发现场 警方发现除了死者李林的随身衣物之外 还有一些女人的内衣 外套 手提包什么的 那么这些物品应该就是那个裹浴巾的女孩的 所以啊 这个女孩应该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怎么查也查不着这个女孩的信息 虽然这个女孩和李林是一起进入的酒店 但是登记的只有李林的信息 这女孩没登记 从监控录像里边能看出来 那小伙子把这个浴巾女孩带出酒店了 这男的手里边有把刀啊 行动上来说前前后后是挺古怪的 像是来救这个女孩似的 那么这个男的是谁呢 跟披着浴巾这女孩什么关系呢 警方呢 就未寻宾馆的工作人员 同时配合着这监控视频录像 就了解到案发前一天晚上 这李林和赵强就来到宾馆了 各自开了一间房 李林旁边的女孩就是裹着浴巾那女孩 赵强旁边的女孩就是小薇 据这宾馆前台反映 开房的时候啊 这四个人都很正常有说有笑的 根据前台登记的信息 警方可就联系到了赵强 赵强就说呀 自己是李林的好朋友 顺着赵强 警方也找到了 那天晚上和赵强在一起的小薇 小薇就说呀 裹着浴巾的那个女孩子 是我的闺蜜叫田田 在前一天晚上啊 是田田叫小薇出来玩 几个人呢 就在KTV唱歌喝酒 后来感觉玩的不尽兴 李林就提出来 咱们去打会麻将去吧 这么着 几个人就来到了这家宾馆 开房打麻将 打到了十二点多 准备回去休息了 田田和李林呢 就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第二天早上 赵强跟小薇起床之后 就去找李林他们 可哪知道 刚一进去 没多久随后就冲进来一小伙子 当时李林还躺床上呢 那小伙子呀 疯了似的冲上去 从包里面掏出刀来 对着李林 可就扎了过去 随后赵强顺手 抄起一把椅子 倒退着 和小薇可就出了房门了 这时候 那个小伙子 把田田 从房间里拉了出来 就往外跑了 据宾馆服务员说 这个小伙子到了宾馆之后 还问过前台 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 还拿出来手机里女孩的照片 然后前台就说 没有 因为宾馆人家也有规定 对吧 也有人家的职业操守 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信息 可是这小伙子呀 根本不顾服务员的拦阻 就上了楼了 巧合的是 赵强进入李林房间之后 还忘了关上门了 所以 他们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都被这个男青年看在眼里了 这小伙子 苍冷进去 冲到李林面前 把李林捅上之后 可就强行带走了田田 到这 案情算是明了了 小薇说呀 其实这男青年 他也认识 这小伙子 叫张伟 在当地 做汽车生意 可是谁都没想到 张伟会突然出现在宾馆 手里还拿着刀 案发之后 张伟和田田 到底去哪了 小薇他们也不知道 那么 这张伟 跟田田 到底什么关系 跟李林 又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逃走之后 是怎么离开酒店的呢 其实 早在警方赶过去的第一时间 保安呢 就告诉民警了 说那小伙子 带着裹玉金那姑娘 开着一辆奥迪车 就走了 于是警方按照保安提供的线索 开着警车 后边就撵张伟那辆奥迪呗 但张伟那车呀 开得飞快呀 拐了几个路口 警方追不上了 这么着 张伟 侥幸 算是逃脱了 但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啊 警方立刻展开联网布控 到了下午一点 新仪市公安机关 就反馈过来消息了 说在新仪双唐镇圆湖村 发现了这辆无牌奥迪车 并且把它给堵截到了 批州警方呢 立刻赶到了现场 发现了 这嫌疑人张伟 在宾馆劫持走的田田 田田在这 那张伟去哪了呀 田田跟张伟 到底什么关系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立刻赶到新仪 找到了那辆车 发现还有被张伟劫持走的田田 随后就跟田田了解情况呗 感情这田田呢 就是新仪人 原来离开宾馆之后 张伟一路开着车 就朝新仪跑 但后边警车撵着他呢呀 最后实在无路可逃了 他就把车给丢下了 想着和田田一起逃命 本来呢 是打算带着田田一起跑 但是后来这张伟一合计 不行带着个女的 那跑不快 结果就把田田抛弃在这了 现在车是找着了 田田也找着了 但这张伟可跑了 说了这么多 我估计您各位肯定猜测 这张伟是田田的正牌男友吧 或者是丈夫吧 民警啊一开始也这么想 但是人田田说了 他跟张伟啊 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朋友了 俩人四五年之前就认识了 不过不是情侣 您各位该有疑问了 普通朋友 要不是男女朋友 更不是夫妻 为什么张伟一大早的去找田田呢 张伟跟李林有什么矛盾呢 这田田是不是撒谎了呀 这些啊 必须找到张伟之后 才能真相大白 警方啊 对他的追捕 一直在持续之中 警方联系了张伟的家人 亲戚朋友 但是在这之后一周的时间里 甭管是家人还是亲友 都没有张伟的消息 到了第八天 张伟母亲那儿 传过来消息了 说是张伟啊 给他们打了一电话 民警按照这号码拨过去 接电话的人却说 自己是安徽合肥的一个货车司机 这司机啊 也挺纳闷 说我都不知道 怎么我车上突然多了一部手机啊 警方打张伟电话的时候 他才听见 所以警方就分析 张伟很可能是故意 把手机扔在了这辆货车上 来转移警方的视线 警方随后召开案情分析会 调整思路 重新分析张伟可能会逃跑的方向 同时呢 调查张伟所有的这些通话记录 以及社交通讯软件的这些登录情况 微信QQ倒没查出什么来 哎 这张伟还有一什么账号呢 默默 他的默默账号啊 突然就上线了 还有了聊天记录 账号显示登录地址是在浙江杭州 于是P州警方立刻和杭州警方取得联系 请求杭州警方协助 杭州警方呢 在汽车站呢 火车站呢 哎 这些关键的地方调取监控 来寻找犯罪嫌疑人张伟的下落 经过仔细的侦查 浙江警方还真在汽车站附近的一处监控摄像头里 发现了疑似张伟的一个单身男子 从一个面馆里边出来 之后顺着监控跟踪 发现他又进了一家足疗店 警方立刻部署 进入足疗店准备实施抓捕 警方进去之后啊 发现这人呢 就在里边睡觉呢 当时应该是累的都不行了 服务员说呀 这人一进来 就问了一下价格 然后就问 我能在这休息一下吗 服务员说当然可以了 于是 这个人做完足疗之后 就睡着了 警方离近了这么一丑 确实就是张伟 不是别人 张伟还做着梦呢 呼呼的睡着呢 他怎么也没想到啊 民警啊 已经在那看他打呼噜了 案发之后 张伟逃亡了十七天呢 在这十七天的时间里 不断的更换手机号码 不敢住宾馆 不敢坐火车 只要是实名认证的交通工具 都不敢坐 可以说为了逃避制裁 逃避抓捕 他是费尽心机 但现在什么年代了 天网系统啊 你往哪跑啊 抓住之后 警方当然得问他呀 你为什么要杀李林呢 你跟他有什么仇 什么恨呢 张伟说呀 我根本没想杀死他 我就想找回我女朋友 可是我听见他们屋里的对话 我气得都不行了 我冲进屋里 就看到了那样子的一个场景 我就彻底没有理智了 警方就问他呀 看到了一个什么场景啊 他们俩躺被窝里面 什么衣服都没穿 一丝不挂 我气得就不行了 于是拿刀 就把李林给捅了 后来田田还说 你把我也杀了吧 你也捅死我吧 当时给我气的 我跟他说 你想死就死啊 说完了 我一把拉着他 就把他劫走了 就这么着 冲动之下 张伟残忍的杀害了李林 张伟说呀 自己杀人 都是因为太爱田田了 那么他到底跟田田 是不是男女朋友 田田说不是 张伟说是 这得从头来说 2009年 也就是案发前五年 张伟认识了田田 田田长得漂亮 年轻 俩人哪 一见 不能说俩人一见钟情啊 是这张伟一见钟情了 后来呢 俩人一来二去的 也就好上了 就谈上恋爱了 其实张伟啊 当时喜欢上田田的时候 家里边 已然是有女朋友了 他女朋友还怀了 他的孩子 马上就要生了 但张伟 不管不顾了 我就是爱田田 为了跟田田在一起 我怎么样都行 张伟啊 就残忍的跟为他生下孩子的女友分手了 孩子呢 留了下来 出了这事之后 说实话 张伟的家人呢 恨透了张伟了 就感觉 这小子怎么这么混蛋呢 怎么能干这么不是人的事呢 全家都反对 怎么能出轨呢 但是甭管怎么反对 张伟就是义无反顾 甚至还跟父母闹翻了 再说田田 田田那时候啊 父亲刚死 当地有习俗得守孝嘛 三年之内不能结婚 还有一个习俗 父亲五十一岁 孩子也不能结婚 俩习俗赶到一块了 所以俩人没法结婚 就把婚呢给定下来了 其实啊 当时趁着感情好的时候 要结也就结了 但这一拖再拖 这感情就出问题了 从案发两年之前 俩人呢 就吵吵闹闹 基本上也就算是彻底分手了 一开始张伟认为 田田跟自己吵架 是耍小孩脾气 也没放心上 直到田田认识了 网吧老板李林 相比较之下 李林人家成熟稳重 这比起来比张伟强多了 但当时啊 这田田也不知道 李林和这已经结婚了 还有俩儿子呢 后来这事还是东窗事发了 李林的妻子还找过田田 让他们俩赶快分开 但是田田已经让李林 迷的五迷三道的 尽管说这婚外情 已经被人正主发现了 但俩人呢 还是我行我素的 没事就往一块凑 这一切张伟啊 压根不知道 确实也是俩人都分手了嘛 田田就感觉 我也没必要 再跟他说呀 在案发前一天 张伟呢 从外地回来找田田 给田田打电话吧 一直打不通 就想着田田平时喜欢去皮州玩 就跟过去看看吧 随后呢 他就看这墨墨上面啊 上面有这对方账号的距离 一看 小薇离自己的距离 和田田离自己的距离 一样 那他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呢 这小薇 是田田的好闺蜜 好朋友 张伟知道这事啊 于是啊 张伟就琢磨着 我只要找到小薇 就能找到田田了 不过呀 他没联系小薇 当时发现小薇跟田田 距离自己四十多公里 他就想着 那就应该是皮州了 他呢 就来到了皮州 找了一加油站 凑合着 休息到了天亮 就发现附近有个宾馆 再打开墨墨吧 显示小薇和自己的距离 只有几十米 张伟一看 行了 他俩肯定在这宾馆里呢 他呀 就进去了 就问服务员 有没有这人 服务员不说 他自己就上了楼了 随后就看到了 让他心碎的那一幕 所以呀 整个案子 都是从一段 狗血的婚外情开始的 李林婚内出轨 付出生命代价了 原本挺幸福 挺好的日子 最后过个稀碎 再来说张伟 因为一时冲动 自己要承受沉重的代价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两岁的儿子呢 还有体弱多病的父母呢 自己上有老下有小 自己先折进去了 让这老小又该怎么活呢 行了 这个案子为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